第七十四集 汉纪二 汉高第三年 丁友 公元前204年 冬季 十月 韩信和张尔率领几万名士兵向东攻打赵 赵王赵歇和陈安军陈瑜文迅 即在井行口集结部队 号称二十万大军 广武军离左车劝说陈安军道 韩信张尔成盛事离开本国远征 锋芒锐不可挡 我听说 从千里之外供给军粮 士兵当会面有鸡色 临时食柴割草来做饭 军队当会常常食不果腹 而今井行这条路 车辆不能并行 骑兵不能乘列 行军队伍前后拉开几百里 以此形式 随军的粮草必定落在大部队的后面 望您暂时拨给我三万人作为突击队 抄小路去截断对方的资重粮草 而您则深挖壕沟 高筑迎垒 坚守不出战 这样一来 他们向前无仗可打 退后无路可回 野外又无什么东西可抢 如此不到十天 韩信张尔这两个将领的头颅 就可以陷到您的仗前 否则便肯定要被他们二人所俘获 但陈瑜曾经自称是义兵 不屑于使用诈谋奇迹 不说 韩信兵力担保 且又疲惫不堪 对这样的军队还逼而不羁 各诸侯便会认为我胆怯 而随便来攻打我了 韩信派人暗中打探消息 得知陈瑜不采纳广武军的计策 高兴异常 因此便敢率军静职前进 在距离井行口三十里的地方 停下来宿营 到半夜时分 韩信传令部队出发 挑选两千名青旗兵 每人手拿一面红旗 从小道上山隐蔽起来 观察赵军的动向 并告诫他们说 交战时赵军看到我军退逃 必会清朝出动来追赶我们 你们即趁机迅速冲入赵军营垒 拔掉赵军的旗帜 便插汉军的红旗 又命他的副将 传送一些食品给将士 说道 在今天打败赵军后 再会参 众将领们都不相信 只是假意应称道 好吧 韩信说 赵军已经抢先 占据了有利地形 安营扎寨 而且 他们没有看见 我军大旗的将股 是不肯除兵 攻打我们的先头部队的 这是因为 他们怕我军 到了险要的地方 狱祖就会撤回去 韩信随即派遣一万人 打先锋 开出迎战 背靠河水 摆开阵势 赵军望见后 都哗然大笑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韩信打出了大将的旗鼓 鼓悦喧天的 开出了井心口 赵军洞开迎门迎击 双方击蛋了很久 这时韩信和张儿 便假装丢其弃鼓 逃回河边的阵营 河边部队大开迎门 放他们进去 然后又和赵军熬战 赵军果然清朝出动 争抢汉军抛下的旗鼓 追逐韩信和张儿 韩信张儿进入河边的阵地后 全军集都拼死奋战 赵军无法打败他们 韩信派出的两千名骑兵突击队 一起等到赵军将士全体出动 去追逐争夺战利品时 立刻奔驰进入了赵军营地 拔掉所有赵军旗帜 插上两千面汉军旗帜 赵军已经无法抓获 韩信等人 便想退回营地 但却见自己的营垒中辨识汉军的红旗 都惊慌失措 以为汉军已将赵王的将领全部擒火 于是士兵们大乱 纷纷逃跑 赵将禁闭不停地斩杀陶军 也无法禁止溃败之事 汉军随即又前后夹击 大败赵军在水边杀了陈瑜 活捉了赵王赵歇 将领们献上敌人的首级和俘虏 都向韩信祝贺 并趁势问韩信说 兵法上提出 布军列阵要右边和背面靠山 前面和左边淋水 而这次您却反而让我们背水布阵 还说什么 待打败赵军后再会参 我们当时都颇不信服 但是竟然取胜了 这是什么战术呀 韩信说 这战术也是兵法上有的 只不过你们没有留意罢了 兵法上不是说 先知死地而后生 直知王帝而后存吗 况且我所率领的 并不是平常训练有素的将士 这即是所谓的 驱赶着街市上的平民百姓去作战 势必非把他们置于死地 使他们人人为各自的生存而战不可 倘若给他们留下活路 他们就会逃走了 那样一来 难道还能够用他们去冲锋陷阵吗 将领们于是都心悦诚服地说 对呀 您的谋略 却非我们所能比呀 韩信悬赏千金 征求能活捉广武军李佐车的人 不久 即有人将李佐车绑送到韩信杖前 韩信立刻为他松绑 让他面朝东而坐 把他当作老师来对待 并问李佐车道 我想要北进攻打燕国 向东征伐齐国 该如何做才能建功立业呢 李佐车推辞说 我不过是一个 兵败国王的阶下囚罢了 哪里有资格来谋划大事啊 韩信说 我听说 白里西在雨果 而雨果灭亡 在秦国 而秦国称霸 这并不是由于他在雨果时愚蠢 在秦国时却聪明 而是在于国君用不用他 接不接受他的建议 倘若果真让陈游军 陈游采纳了您的计策 像我韩信这样的人 也早就被俘虏了 只是因为他不接受您的意见 所以我才能够侍奉在您身边 向您请教啊 现在我全心全意地听从您的计策 还望您不要推辞 李左车鱼是说 如今你渡过西河 俘获魏王 声琴下说 东下井行口 用不到一个早上的时间 就打垮了赵军二十万人马 杀了承安军 明文海内 威震天下 使农民们设于您的威势 无不放下农具停止耕作 只图穿好的 吃好的 侧耳倾听 等候您进军的号令 这是您用兵的长处所在 但是百姓实以劳苦不堪 士兵却以疲惫至极 实际状况是 很难再用他们去继续攻法了 现在您想要调动疲惫困乏的 全部军队 去停扎在燕国防守坚固的城池下面 结果是 想打打不了 要攻又攻不下 军队内情暴露在敌前 威势也就随之减弱 如此旷日持久 粮食必将耗尽 且燕国这样弱小的国家 都不肯屈服 齐国当然也必定要聚首边境 成一时之强 这么一来 燕齐两国都与汉军相至 相持不下 刘邦和项羽双方胜负的趋势 便也难见分晓 这即是您用兵的短处所在了 善于用兵的人从不以自己的短处去攻击他人的长处 而是要用自己的长处 而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他人的短处 第七十五集 移动指向通往燕的道路 然后派遣能言善变的说客 拿着一封书信去向燕国炫耀自己的长处 燕国肯定不敢不听从 燕国已经顺服 即可向东威邻齐国 如此 纵使有聪明人 也知道该怎样为齐国出谋划策了 这样 天下大事都可图谋成功 用兵之道 原本便有先造声势 而后才实际行动的 我这里所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韩信说不错 随即采用李左车的计策 派使者出使燕国 燕国听到消息后 就立刻归降了 韩信于是派人回报汉王刘邦 并请求封张尔为赵王 刘邦应允 这一时 楚国屡次派遣突击队 渡过黄河袭击赵国 张尔韩信往来奔波救援赵国 城市夺取所经过的赵国的诚意 随后又调兵遣将赴汉王出增援 甲虚会发生日时 十一月发生日时 汉军业者随和来到九江王秦部处 九江太宰出面接待他 连过三天 仍未能见到秦部 于是随和便劝太宰说 九江王之所以不接见我 必定是由于他认为楚国强大 汉国弱小 而这正是我此次出使的原因呢 假如能让我见到九江王 若说的有理 就是大王想要听到的 倘若说的不对 就把我们二十人斩首在九江国的街市上 这将足够表明 九江王背叛汉王 而与楚王相交好了 太宰便把这些话报告给了秦部 秦部于是召见随和 随和说 汉王派我进程书信给大王您 是因为我们私下里有些疑惑 不知大王您和楚王是个什么关系 秦部道 我是面朝北 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 随和说 大王您与楚王项羽同列诸侯 地位相等 而您却面北向他称臣 肯定是认为楚国强大 可以作为九江国的靠山 但当相王攻打齐国 背负修筑营墙的墙板和筑竹 身先士卒的冲沙时 您本应出动九江国的全部兵力 亲自率领他们去为楚军打先锋 可如今却只调拨四千人去支援楚军 面向北侍奉他人的臣子 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吗 汉王攻入蓬城时 相王还没离开齐底回师 您理应率领九江国的全部兵力 抢渡淮河 奔赴蓬城 投入于汉军的日夜会战 可您却拥兵万人 而无一人渡过淮河 只是袖手旁观人家的胜负 把江山社稷托付给别人的人 原本就该是这个样子的吗 您这是借依附楚国之名 而想要行独立自主之实 我私下里认为 您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然而您还不肯背弃楚国 不过是因为您以为汉国弱小罢了 但是 楚国的军队虽然强大 天下的人却给他背上了不义的恶名 这是由于他既违背盟约 又杀害异地的缘故 而汉王联合诸侯 率军回首成高颖阳 运来蜀和汉中的粮食 深挖壕钩 加固营垒 分兵把守边防要塞 楚军则因反攻颖阳成高 深入反楚的粮地八九百里 老弱残兵从千里之外转运粮食 汉军却只坚守不出战 这么一来 楚军进不能攻取 退又无法脱身 所以说楚军是不足以依赖的 如果楚军战败了汉军 各诸侯便会人人自危而相互救援 这么一来 楚军的强盛 到恰好招致天下的军队都来与他抗衡了 所以楚国不如汉国的形式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您不与万无一失的汉国皆好 却要把自身托付给行将灭亡的楚国 我暗中对您的这种做法困惑不解 我并不是认为九江国的兵力足够用来消灭楚军了 而是觉得您如能起兵反叛楚国 相王就必定得留下来 只要拖住相王几个月 汉王夺取天下就会万无一失 我请求随您一起提贱归汉 汉王保证会划分一块土地封给你 又何况九江国必定也仍旧归您所有啊 秦部于是说那就遵命了 即暗中许诺随和判楚归汉 只是一时还不敢走漏风声 楚国的使者在九江住在客舍中 正加紧督促秦部发兵远楚 随和静止闯入客舍 坐到楚使者上面的座位上 说 九江王已经归汉了 楚国凭什么能来争调他的军队 秦部听了大吃一惊 这时楚国使者便起身要走 随和承示劝秦部说 事已至此可以杀掉楚使者 不要让他回去 而您即火速投奔汉王与汉军协力作战 秦部道 就按您指教的办 于是杀掉了楚国使者 趁机起兵攻打楚国 楚国派相声龙且进攻九江国 历时几个月 龙且打败了九江国的军队 秦部便想领兵逃奔汉国 因害怕楚军会截杀他 就与随和捡小路行走 一起逃归了汉国 12月 九江王秦部抵达汉军驻地 汉王刘邦当时正坐在床边洗脚 急召秦部觐见 秦部为此怒火中烧 后悔来到这里 想要自杀 在出来后 进入为自己安排的客舍 发现那里的陈舍 饮食 侍从官员 都与汉王的住所相同 便又喜出望外 于是即派人到九江国去联络 这时楚王已经派向伯收编了九江军 并把秦部的妻子儿女都杀了 秦部的使者 找到不少秦部的旧友和宠爱的陈辽 带领着几千人回到汉王处 汉王随即增拨兵力给秦部 与秦部的军队一起驻扎在城高 第七十六集 储君屡次袭击截取汉军运粮的通道 使汉军中粮食短缺 汉王因此与利益姬谋划 如何削弱楚国的实力 利益姬说 从前商汤讨伐夏节 将夏节王的后裔封在齐国 周王讨伐商周 将商周王的子孙封在宋国 如今秦朝丧失德行 背弃道义 侵罚各诸侯国 灭掉各国后 使诸侯的后代生无力追之地 陛下若真能重新服力六国的后裔 当今六国的君臣百姓 都对陛下感恩戴德 无一不向往陛下的风范 仰慕陛下的人意 都甘愿做陛下的臣民 如今得以以经事行 陛下即可面向南居地位 称霸天下 楚王也必定会整理衣冠 肃然起敬的前来朝拜 汉王说 好 拔快去克制印喜 您就可带上他出使各国了 利益机尚未启程 张良从外面回来夜见汉王 汉王当时正在吃饭 说道 自房 你过来 宾客中有人为我策划了 削弱楚国实力的办法 随即把利益机的话 都告诉了张良说 你看怎么样啊 张良道 什么人为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 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要完了 汉王说 为什么呢 张良答道 我请求借用您面前的筷子 来为您指画一下目前的形势 从前 商汤周武王之所以锋利下节商周王的后裔 是因为估量到自己可以掌握住对他们的生死大权 而如今陛下能够决定项羽灭亡的命运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国君后代的第一个理由 周武王进入殷商的都城 在里门表彰商周王时的贤人商荣的德行 释放了被囚禁的姬子 翻修笔干的坟墓 而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二个理由 周武王曾经发放商周王锯桥粮仓的粮食 散播露台府库的金钱 以振寄贫苦百姓 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三个理由 殷商灭亡后 周武王废弃战车 改作乘车倒置兵器 已向天下人表示不再用兵 如今陛下能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理由 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 以显示让他们休息不再趋用 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理由 将牛放牧到桃林的北面 已表示不再用他们运输粮草 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 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理由 天下远游的是子 所以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 抛弃自己祖先的坟墓 离开自己的老友 跟随陛下辗转奔波 为的就是得到那日思夜想的一点点封闭 倘若今天重新封立六国国君的后裔 是天下远游之士 各自回去侍奉他们的君主 伴随他们的父母妻儿 反归他们旧有祖坟所在的故土 那么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呢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七个理由 况且当今只有楚国强大 尚无超过他的 假如富丽的六国后代重又驱从楚国 那么陛下还怎么使他们臣服于汉呢 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八个理由 如若真的采用了那位宾客的计策 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 可不就完了吗 汉王听了这番话后 饭也不吃了 突出口中的食物 骂道 这个书呆子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 立即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系 寻阅论曰 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 要点有三 一是行 二是是 三是情 所谓行 说的是德与诗大体上的去向 所谓是 说的是对临时情况灵活应付 和对进与退随机应变的形式 所谓情 则指的是心意志向上坚定还是懈怠的实际心理 所以采用的策略相同 所干的事情相等 而取得的功效却各异 即使由于这三个方法运用的不同的缘故 当初张尔陈渝劝说陈圣借恢复六国来为自己培制党羽 立一击也是这样劝说汉王刘邦的 之所以劝说的内容相同 德与诗却各异 是因为陈圣起世时天下的人都想灭亡秦朝 而如今楚汉的胜负之分还无定势 天下的人未必都想要项羽覆灭 所以崇立六国的后裔 对陈圣来说 是为自己广直党羽 而给秦朝增数强敌 况且陈圣那时并没能独占天下之地 即所谓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取来送给别人 行使恩惠之虚名 获得福益之实惠 但崇立六国之后 对汉王来说 却是所谓的分割自己拥有的东西 去资助敌人 空射虚名而实受祸害 这即是所做的事情相同 可德与诗的趋向以各异的例子 谈到宋义劝说项羽 先让秦朝两国相斗 待秦军疲惫后再乘积攻秦 自己却终被项羽杀了 于汴庄子刺杀老虎时 管束子劝他等待梁虎与牛相搏 双方有伤亡时再乘积赐虎 边庄子最终果然获得二虎 两次的游说之词也都相同 但这套说辞 使用在战国时 邻国相互攻伐 没有临时情势变化的危机发生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战国局面的确立 日子已经很久了 一次战役的胜与败 未必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灭亡 那时的进退变化形式决定了一个国家不能够急于使敌国灭亡 而是进可以凭借有力条件 退也能够自保安全 故可以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呈敌方精疲力尽再去进攻 这是可以灵活形式随机应变的形式所造成的 但今日 楚照两国起兵抗秦 与秦的地位互不相等 安全与威王的机会 在呼吸的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 因而 进即能建立功绩 退 就将遭受祸殃 这便是 事情相同 而灵活应付和随即应变的形式时机 一个亿的例子 第七十七章 汉军攻打赵国的战役 韩信率军驻扎在地形独立的水边上 但赵军却无法打败他 彭城遭陷落一仗 汉王也在水水岸边作战 但士兵却被赶入碎水 储君大获全胜 这是为什么呢 赵军出国迎战汉军 见到可以打赢就前进 知道难与取胜就后退 怀着关顾自身存亡的心力 毫无出阵拼死一搏的打算 而韩信的军队孤立无援的列阵在水边 士兵背水作战 不进就必死无疑 故将士们都不怀二心 抱定决一胜负的信念 这即是韩信所以能获胜的原因 汉王深入敌国 摆设酒宴盛会宾棚 士兵们享受安逸欢乐 求战心里不稳固 而储君凭着他的威势 却丧失了自己的国度 将士们都义愤填膺 急于挽救败局 无畏惧地奔向死亡 以决出一时的胜败命运 这便是汉军所以有失败的原因 况且韩信挑选精兵坚守阵地 赵军却用瞻前顾后的士兵 去攻打他 向于选择精兵发动进攻 汉军却用怠惰散漫的将士 去对付他 这就是所做的事情相同 而坚定和懈怠的心理 以各异的例子 所以说 应事的权宜 即便是不能够预先设计的 事态的变化是不能够预先谋划的 随时机的转动而转动 因事物的变化而变化 是制定策略的关键 汉王刘邦对陈平说 天下纷扬混乱 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呀 陈平说 向王身边刚执不阿的臣子 如亚父范增 钟离妹 龙且周阴之辈 也不过几个人罢了 大王您如果确能拿出几万金黄金 试用反剑计离间楚国的军臣关系 使他们内心互相猜疑 而项羽为人原就猜忌多疑 一听信谗言 这样一来 他们内部必然会自相残杀 我们即可乘机发兵去攻打他们 如此击败储君是一定的了 楚王说对呀 便取出黄金四万金交给陈平 任凭他自行活动 不过问他使用的情况 陈平于是 用许多黄金故请间谍 到储君中去进行离间活动 扬言说 各位将领如钟离妹等人 为向王领兵打仗 功劳卓著 但是却终究不能分得一块土地而称王 因此 他们便想与汉军联合起来 借此灭掉向氏 瓜分楚国的土地 各自称王 向羽果然有所猜忌 不再信任钟离妹等人 夏季 四月 楚军在颖阳围攻汉王 行事紧急 汉王向项羽请求议和 将颖阳西面的地区 划归汉国 但范增却劝项羽火速攻打颖阳 汉王为此忧心忡忡 这时 项羽派使者前往汉王楚 陈平制备了丰富盛大的宴席 命人端去款待楚国的使者 一见到厨师就假装惊诧地说 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 原来竟是项王的使者呀 随即又将韭菜端了出去 改换粗烈的饭菜送给厨师使用 厨师回国后 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项羽 项羽果然又对范增 大加猜疑 范增想要加紧攻下颖阳城 项羽不信任他 不肯听从他的意见 范增闻听项羽对他有所怀疑 便怒气冲冲地说 天下事大提商已有定局 你自己干吧 妄能准许我辞职回家 于是范增踏上了归途 还没有到达彭城时 就背上毒窗发作 死去了 五月 将军寄信告诉汉王说 事态紧急 我请求去迷惑一下储君 您即可以悄悄地溜出颖阳城了 随即由陈平趁着黑夜 把两千多名妇女放出城东门 储君即刻便从四面围攻这群妇女 寄信于是乘坐汉王的车架 黄筹车盖 车横左边的装饰物等一应俱全 使到储君前说 我军粮食已经吃光了 汉王前来起降 储君都山湖万岁 涌到城东观望 汉王因此 汉王因此得以带领几十级人马 从西门出城逃走 命韩王信与周科 卫报 纵公 继续把守颖阳 储君都山呼万岁 涌到城东观望 汉王因此得以带领几十级人马 从西门出城逃走 命韩王信与周科 卫报 宗公继续把守颖阳 项羽见到寄信后问道 汉王在哪里啊 寄信说 已经出城了 项羽于是烧死了寄信 周科 纵公 这时相互商议说 背叛汉国反复无常的君王卫报 很难让人和他一道守城 随即就杀了卫报 汉王出了颖阳 到达城高 进入寒谷关 收集兵马 准备再次东进 袁生劝汉王说 汉君与储君 已在颖阳相识好几年了 汉君常常陷入困境 现在希望您能从五官出兵 项羽见状必定会领兵南下 而您则修筑深沟高垒 坚守不出战 使颖阳成高一线的汉君得到修整 同时派韩信等人 去安抚黄河以北照地的军民 联合燕启两国 然后您再奔赴颖阳 如此一来 储君需要多处设防 兵力集会分散 汉君却得到修整 这样重与储君交锋 打垮他便是必定无疑的了 汉王采纳了袁生的计策 出兵到晚夜一带 并与秦部一路上收集兵马 项羽听说汉王在晚 果然领兵南下 汉王却只是坚守迎磊 不与储君接战 汉王在彭城吃了败仗 军队向西溃退 彭越这时又失去了 他原来攻下的所有城镇 便独自率领他的部队 向北留住在黄河沿岸 经常作为汉军的游击部队 往来袭击储君 断绝储君后方的粮草供给 这个月 彭越渡过水水 与项生薛公在下批交战 打败了储君 杀掉了薛公 项羽于是派中公守卫成高 而自己率军向东去攻打彭越 汉王乘机领兵北进 击垮了中公的防军 崇佑在崇高 驻扎下来 第七十八级 六月 项羽已打跑了彭越 霍西汉军崇佑驻军成高后 项羽就领兵西晋 攻下颖阳 升勤了周克 项羽对周克说 你若归降我 我就任命你为上将军 并分给你三万户的封地 周克斥骂道 你不赶快投降汉王 眼看着就要被俘虏了 你绝不是汉王的对手 项羽便主杀了周克 并杀了宗公 俘虏了韩王县 随即包围了城高 汉王逃跑 只身与藤公夏侯英 共乘一辆车子 出城高城的御门 往北渡过黄河 投诉在小修武驿站的客舍中 次日清晨 汉王自称是汉国的使者 奔驰进入赵金营地 这时张尔和韩信还没起床 汉王即闯入他们的卧室 夺走他们的印信兵符 用指挥旗召集重将领们 调换了重将的职位 韩信张尔起床后 才知道汉王来了 大吃一惊 汉王就夺了二人手下的军队 急命张尔去巡行收集兵员 守备赵地 受韩信相国的职位 让他集结赵国上尉蒸发的部队 去攻打齐国 汉军将领们陆陆续续地 从城高逃出 继续追随汉王 储君于是便攻下了城高 接着又打算吸进 汉王即派军在拱献抵御储君 使他无法吸进 秋季七月 有一星出现于大脚星旁 临江王贡敖去世 他的儿子魏即位 汉王得到韩信的军队后 重又士气大振 八月 领兵来到黄河岸边 向南驻扎在小修武 想要与储君再战 郎中正中劝阻汉王 让他高筑营垒 深挖壕沟 不要与储君交锋 汉王听从了他的计策 派将军刘甲卢婉 率步兵两万人 骑兵几百人 渡过白马金 进入楚地 协助彭越 烧毁楚国积聚的粮草资重 以破坏楚国的后备基础 使他无法再给前方项羽的军队 供给粮草 储君进攻刘甲 刘甲总是坚守盈磊 不肯与储君接战 而与彭越相互呼应救援 彭越攻夺顾粮国的土地 攻下了虽阳外皇等十七个成议 九月 项羽对大司马曹就说 谨慎的把守成高 即使汉军要来挑战 你也千万不可应战 只需不让他能够东进就行了 我十五天之内 必能平定良地 重与你会合到一起 项羽随即领兵向东进发 攻打陈流 外皇 衰扬等城 都攻克了 汉王想放弃 成高以东地区 驻扎道 拱献洛阳 以抗拒储君的西进 立即说道 我听说 懂得民以实为天这一道理的人 帝王的事业可以成功 治理天下的国君把百姓当作天 而百姓则把粮食当作天 敖仓 作为天下转运粮食的集散地 已经很久了 我获惜那里铸藏的粮食非常之多 现在储君攻下颖阳 竟然不坚守敖仓 而却领兵东去 只派些因祸罪而被罚冲军的士兵 分手成高 这真是上天对汉军的帮助啊 目前储君容易攻取 汉军反倒退却 自己一物有力战机 我私下里认为这是个过错 而且两雄不可并利 储汉长久的相持不下 使得海内动荡不定 农夫放下农具停止耕作 织女离开之机不再仿杀之步 普天下之民心惶惶没有归属 因此希望您赶快再度进兵 收复颖阳 占有熬仓的粮食 恶守住成高的险要 断绝太行的通道 再非胡爱口设防抵抗 把守白马金 向诸侯显示 汉军已经占据有力地形 能够克敌制胜的态势 这么一来 天下人便都知道自己的归项了 汉王接受了利益基的建议 随即重又去谋取熬仓 利益基于是又劝说汉王道 目前燕和赵都已平定 只有齐尚未攻克 而今齐的田氏家族势力强大 以东海泰山为依靠 黄河积水为平障 向南临近楚 百姓多狡诈善变 您即使派遣几万人的军队去讨伐 也无法在一年或数月的短时间内攻下 为此我请求准许我奉您的诏令 前去游说齐王田广 使他归顺汉 自称作汉东面的藩属 汉王说好 汉王急派利益基去劝说齐王道 大王您可知道天下的人心所向吗 齐王说 不知道啊 天下人都归向哪里呀 利益基说 归向汉王 齐王道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 利益基说 是汉王率先攻入咸阳的 但项羽却背弃先前的盟约 让汉王到汉中去作王 项羽随后又迁徙并杀害了异地 汉王闻讯即调动蜀汉的军队攻打三秦 出汉谷关责问异地的下落 同时收集天下的兵员福利诸侯的后裔 降服了诚意就把他封给有功的将领做侯王 获得了财物就把他们封赏给手下的士兵 与天下人同享利益 因此豪杰英雄和贤能财士都乐意为他驱使 而项羽有违约背信的恶名和杀害异地 忘恩负义的罪责 且对人家的功劳毫不济在心中 对人家的过失却总是耿耿于怀 将士打了胜仗得不到奖赏 攻陷了诚实得不到赐封 不是象星的人就没有谁能够当权主使 只是天下人都反叛他 贤能财士都怨恨他 无一人愿意为他效力 所以天下大业将归属汉王 是可以坐着就算定的了 汉王从蜀汉出兵平定三秦 渡过西河打垮北魏 出警刑杀陈安军陈瑜 这些并不是靠人的力量 而是仰赖上天降下的洪福啊 现在汉军已经占有了熬仓的粮食 恶守住了陈高的险要 控制了白马金 断绝了太行的山路 设防在飞湖爱口 依此行事 天下诸侯中后来归服的 当会先遭灭亡的命运 大王您若抢先降伏汉王 齐国便可以得到保全 否则的话 威王的结局片刻就会到来 在此之前 齐国听说韩信将要领兵东进 集派华无商田解率重兵 驻扎在立下 以抵御汉军 待到齐王采纳了利益基的建议 派使者与汉王构合后 齐王便解除了立下城的战备防守 与利益基天天的纵情饮酒作乐 这时韩信领兵东来 尚未从平原渡口渡过黄河 就听说利益基已经劝得齐国投降了 便想停止前进 便是快撤 劝韩信说 您受汉王照命攻打齐国 而汉王只不过是另派密使去劝降齐国 难道又发出了诏令 令将军您停止进攻了吗 您怎么能不继续前进了呢 况且利益基这个人 不过是个说客 俯身在车前的横幕上 驶入齐国去鼓弄他的三寸不烂之舌 凭此便降服了齐国七十多个城市 而您统帅这几万人马 历时一年多 才攻下赵国的五十余多城市 这样看来 您做大将军几年 反倒不如一个书呆子的功劳大了 韩信因此同意了快撤的意见 即率军渡过黄河 四年 戊虚 公元前203年 冬季 十月 韩信打败了齐国的立下守军 然后直打到齐国的都城林兹 齐王田广认为 立一级出卖了自己 就主杀了他 然后领兵向东逃往高密 派使者到楚国去请求救援 田衡这时逃奔博养 首相田光逃奔承阳 将军田济 驻扎在郊东 第七十九集 曹国大司马曹旧 驻守成高 汉军屡次挑战 楚军只是坚守不出 汉军于是派人到阵前 百般辱骂曹旧 一连几天 击得曹旧暴怒 及领兵横渡似水 楚国的士兵刚渡到一半 汉军就对他发起攻击 大败楚军 缴获了楚国的全部金银 玉器和财物 曹旧和长使司马兴 都在似水之畔 自杀身亡 汉王随即领兵渡过黄河 再次收复成高 驻扎到广武 取用敖仓的粮食 做军粮 项羽攻下粮地 十多个成衣后 听说成高又被攻破 就率军返回 这时汉军正在颖阳东面 围攻钟离妹 听说项羽大军到了 就全部撤往险要的地方 项羽也在广武驻扎下来 与汉军对峙 这样过了几个月 楚军粮食短缺 项羽很是担忧 便架设肉岸 把刘邦的父亲放到上面 通告汉王说 今日你如不赶快投降 我就主杀了太公 汉王道 我曾与你一起面向北 作为臣子 接受楚怀王的命令 蒙氏皆为兄弟 因此 我的父亲就犹如你的父亲 倘若你一定要主杀你的父亲 那么望你也分给我一杯肉羹 项羽怒不可恶 想要杀掉太公 项伯说 天下的事情不可预料 况且 有之争夺天下的人 是不顾及自己家人的 即使杀了太公 也没什么好处 不过徒增祸患罢了 项羽依从了他的话 项羽对汉王说 天下沸沸扬扬地闹痛了好几年了 只是由于我们两个人相持不下的缘故 现在我愿意向你挑战 一决雌雄 不要再让天下的老百姓 白白地忍受煎熬了 汉王笑着推辞道 我宁肯斗志 不肯斗力 项羽便连着三次 命储君壮士出阵挑战 但次次都被汉营中 善于骑射的楼帆射杀 项羽因此勃然大怒 就亲自披甲持己上阵挑战 楼帆又想要射项羽 项羽这时愤怒地瞪着大眼 立声呵斥 是楼帆双眼不敢直视项羽的目光 双手不敢张弓发剑 随即奔回营垒 不敢再露面了 汉王派人悄悄地打听了 挑战者是谁 才知道竟是项羽本人 汉王为此大吃一惊 这时项羽便靠近汉王 相互隔着广武剑对话 项羽想要单独向汉王挑战 汉王隶属项羽的罪状说 你项羽违背先约 封我到蜀汉为王 这是第一条罪状 假托怀王的命令 杀害亲子官军宋义 这是第二条罪状 旧赵之后不回报怀王 竟擅自胁迫诸侯军入关 这是第三条罪状 焚烧秦朝公事 绝毁秦始皇陵墓 财务据为己有 这是第四条罪状 诸杀已经归降的秦王子英 是第五条罪状 采用欺诈手段 在兴安活埋了已经归顺的 二十万秦军 是第六条罪状 把好的地方封给各将领 却迁徙放逐原来的诸侯王 是第七条罪状 将异地逐出捧场 自己在内地建都 秦夺韩王的封地 并在两处之地称王称霸 竭力扩充自己的地盘 是第八条罪状 派人到江南暗杀了异地 是第九条罪状 执政不公平 主持盟约不守信义 为天下所不容 实属大逆不道 是第十条罪状 如今我率领正义的军队 随各诸侯一起 征讨你这残虐的贼子 只需让那些受过刑罚的罪犯 来攻打你就行了 又何苦要与你单独挑战呢 项羽闻言大怒 用暗幅的弩箭射中了汉王 汉王胸部负伤 却摸着脚说 这贼子射中我的脚趾了 汉王因受创伤而卧柄休息 张良却坚持请他起身 去军中抚卫将士 以安定军心 不要让储君成事取胜 汉王于是出去巡视军营 但忠因伤势加重 而赶赴成羔羊上 韩信已经平定了林姿 即向东追赶齐王田广 项羽派龙且领兵 号称二十万大军 前来援救齐国 在高密与齐王的军队会试 兵客中有人劝龙且说 汉军远离本土拼死战斗 他的锋芒锐不可挡 而齐楚两军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 士兵容易逃散 因此不如修筑身钩高垒固守 让齐王派遣他的心腹大臣 去招服已经丢失的成义 以丧汉军之手的成义 听说自己的君王还健在 储军前来救援时 必定会反叛汉军 汉军客居在远离本土 两千里的旗地 如果齐国的诚意 全起来反叛他 汉军势必无处取得粮草 这样即可以不战 就是他们投降 龙且说 我一向了解韩信的为人 容易对付得很 他曾依赖票喜思眠的老太太 分给他饭吃 毫无自己养活自己的办法 还曾蒙受从人胯下爬过去的耻辱 毫无胜过他人的勇气 这样的人实在不值得害怕 况且 现在援救齐国 不打一仗 便是汉军主动投降 我还有什么功劳可谈呢 如今与他交锋而战胜了他 半个齐国就可以归我 11月 齐楚两国军队 隔围水摆开阵势 韩信命人 连夜赶坐了一万多个袋子 装满沙土 投赌围水的上游 然后率领一半部队渡河 去袭击龙且 随即假装战败 往回奔逃 龙且果然高兴的说 我本来就知道 韩信胆小如鼠嘛 于是渡围水追击韩信 韩信即派人挖开堵塞 在围水上游的沙袋 大水立刻奔泻而下 龙且的军队 因此大部分没能渡过河去 韩信迅速组织反击 杀了龙且 阻留在围水东岸的储君 四散奔逃 齐王田广也逃走了 韩信随即追逐败兵 到了承阳 俘获了田广 汉军将领冠英 这时追击捉住了齐国首相田广 进军到博阳 田衡听说齐王田广已死 就自立为齐王 回头迎击冠英的军队 冠英在营城下 打败了田衡的军队 田衡逃往梁帝 归顺的彭越 冠英接着又进军到千盛 攻打齐将田兮 曹参则在交东进攻田济 将田兮田济都杀掉 全部平定了齐帝 汉王刘邦立张尔为赵王 汉王建商权遇后 西入韩谷关 抵达岳阳时 斩杀过去的赛王司马兴 在岳阳街市中选手势中 逗留岳阳四天后 汉王重返汉军 驻扎在广武 韩信派人向汉王上书说 齐国伪诈多变 是个反复无常的国家 但他的南边又临近楚国 请让我暂时代理齐王 去振抚齐国 汉王打开书信仪 看即大发雷霆 骂道 我被困在这里 赵斯牧想的 叛你来协助我 你却想要自立为王 张良陈平连忙 暗踩汉王的脚 接着就凑到他的耳边 低声说 汉军目前正处在不力的形势中 哪能禁止韩信擅自称王啊 倒不如就是立他为王 好好地对待他 让他自行镇守齐国 不然的话 就可能会发生兵变 汉王这时也醒悟过来 乘机又改口骂道 大丈夫平定了诸侯国 要做就做正式的君王 何必要当个代理国王呢 春季2月 汉王急派张良带着印信 去封韩信为齐王 并争调他的部队 去攻打楚军 第八十章 项羽霍西龙前已死 非常害怕 立刻派遣于台人武社 去游说齐王韩信 天下人同受秦朝暴政的苦累 已经很久了 因此同心协力攻打秦朝 秦王朝灭亡后 诸侯军将领按照功劳的大小 划分土地 分封为王 使士兵得到修正 而今汉王重有新兵东晋 侵犯人家的王位 掠夺人家的封地 已经攻陷了三秦 还要再领兵出寒谷关 收集诸侯的军队向东去攻打楚国 他的心意是不吞并天下 誓不罢休 贪得无厌 竟到了如此过分的地步 况且汉王是靠不住的 他好几次深落 项王的掌握之中 项王因可怜他 而留给他活路 但是他一脱身就背弃蒙约 重新攻打项王 不可亲近信赖 竟也到了这步天地 现在您虽然自以为 与汉王交情深厚 替他竭尽全力的用兵打仗 但是最终 还是要被他拿下的 您之所以能苟眼至今 就是由于项王还存在的缘故啊 目前楚汉二王成败之事 关键就在您了 您向西依附汉王 汉王即获胜 向东投靠项王 项王即成功 倘若项王今日遭覆灭 那么接着就轮到灭您了 您和项王曾经有过交情 为什么不反叛汉国来与楚国联合 三家瓜分天下各自为王呢 现在放过这个良机 自下决心投靠汉王来进攻楚国 作为智者 难道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韩信辞谢道 我侍附向王的时候 官职不过是个郎中 地位不过是个持己的卫士 所说的话 向王不听 所限的计策 向王不用 为此 我才背叛楚国 归顺汉国 而汉王 则受给我上将军的官印 拨给我几万人马 脱下他的衣服 让我穿 推过他的食物让我吃 并且对我言听计从 所以我才能达到今天这个地位 人家如此亲近信任我 我背叛人家是不吉利的 我即使死了 也不会改变 根定汉王的主意 望您替我向向王致歉 武社走了后 快撤知道 天下胜负大势就取决于韩信 便用看向人的说法劝韩信道 我看您的面哪 不过是封个喉 而且又危险不安全 香您的背 却是高贵的无法言表 韩信说 这是什么意思呀 快撤道 天下开始兴兵抗秦的时候 所担忧的 致是能否灭亡秦朝罢了 而今楚汉纷争连年战火 使天下的百姓肝胆涂地 横遭惨死 父子老少的尸骨暴露在荒郊野外 数也数不清 楚国人从鹏城起兵 辗转作战 追逃逐败 乘着胜利势如卷席 威震天下 然而兵困京县索城一带 被阻在城高西面的山地中 无法前进 于今已经三年了 汉王率十万大军 在拱县洛阳一带 抵御储君 凭借山河地势的险要 一天之内打几次仗 却无法取得一点点功绩 而是受挫败逃 难以自救 这集叫做智者勇者 都已困重不堪了 百姓被折腾得筋疲力尽 怨声载道 民心无所归矣 据我所料 这种形式 如果没有天下各国的圣贤出面 天下的祸乱 就必定无法平息 目前楚汉两王的命运 都迁徙在您的手中 您为汉王效力 汉王就会获胜 您为楚王助威 楚国就会取胜 若您真肯听从我的计策 那就不如让楚汉都不受损害 并存下去 您与他们三分天下顶足而立 这种形式一构成 便没有谁敢先行举手投足了 在凭着您的盛德贤财和佣兵众多 占据强大的齐国 破令赵燕两国顺从 出击流向兵力薄弱的地区 以牵制住他们的后方 顺应百姓的意愿 向西去制止楚汉纷争 为百姓请求解除极苦保全性命 这样天下的人即会闻风响应您 哪还有谁胆敢不听从号令 然后您就分割大国 削弱强国以锋利诸侯 诸侯已被服力起来 天下的人便将顺从 并把功德归给齐国 您随即盘踞齐国原有的领地 控制住郊河四水领域 同时恭敬谦逊地对待各诸侯国 天下的各国君主 就会相继前来朝拜齐国 表示归顺 我听说上天的赐予如不接受 反而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时机到来如不行动 反而会遭受一物良极的灾祸 因此望您能对这件事仔细斟酌 韩信说 汉王对我非常优待 我怎么能因贪图私利而忘恩负义呢 快撤道 当初常山王张尔和成安军陈瑜 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 彼此就结成了生死之交 在后来为张尘泽的事发生争执 够远颇深时 昌山王终于在水南面杀掉了成安军 是成安军落得个头脚分家的结局 这二人相互交往时 感情是天下最深厚的 但最终却彼此捕杀对方 这是为什么呢 是由于祸患从无止境的欲望中产生 而这欲望使得人心难以预料啊 现在你想要凭忠诚和心意与汉王交往 但你们二人的友好关系 肯定不会比常山王成安军二人的友情牢固 而且你们之间所涉及的事情 又多比张尘泽类的事情大 故此我认为您坚信汉王绝不会危害您 也是大错特错的了 大夫文总保住了濒临灭亡的越国 是勾建称霸于诸侯国 但他自己功成名就却深遭杀害 犹如野兽捕尽猎狗即被主杀一样 从结交朋友的角度说 您与汉王的交情不如张尔和陈瑜的交情深 从忠诚心意的角度说 您对汉王的忠信又比不过文总对勾建的忠信 这两点已经足够供您观察反思的了 望您能深深的考虑 况且我听说 勇敢和谋略过人 令君主为之震动的人自身急于危险 功勋卓著雄贯天下的人 即无法急于封赏 如今您拥有震撼君主的威势 挟持无法封赏的伪计 归以楚国 楚国人不会信任您 归以汉国 汉国人将因您而震惊恐惧 那么您带着这样的威势和功绩 想要到哪里去安身呢 韩信推辞道 您先别说了 我将考虑一下这件事 过了几天 快撤又劝韩信说 善于听取意见 就能够预见到事物发生的征兆 善于谋划思索 就能够把握住事情成败的关键 不善于听取意见 思考问题 而能长久地维持安全的人 天下少有 所以 为人明智坚定 抉择事情就会果断 为人犹疑多虑 处理事情时 就会招来危害 一味在极其微小的 细枝末节问题上 精打细算 遗漏掉那些 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 智慧足以预知 事情应该如何去做 做出了决定 却又不敢去执行 就会为一切事情 埋下祸根 功业难得成功 而容易失败 时机难以把握 却容易遗物 时机呀时机 失去了 就不会再回来 但是韩信仍然犹豫不决 不忍心背叛汉王 且又自认为功劳多 汉王终究不会夺取 自己手中的奇果 于是就谢绝了快车 快车随机离去 假装疯狂 做了巫师 秋季 七月 汉王立情部为淮南王 八月 北方的墨族人和燕人 派勇猛的骑兵 前来协助汉军 汉王下令 凡军是在战争中 不幸死亡的 官吏要为他们 用衣被棺木脸尸 并转送回死者家中 此令一施行 四面八方的人 都心甘情愿地 来归附汉王 这一年 汉王任命中尉 周昌为御史大夫 周昌是周科的堂弟 项羽自己明白 楚军颇为缺乏援助力量 而且军粮已经全部吃完 韩信又在进兵攻打楚国 为此十分忧虑 汉王这时派侯宫前来 劝说项羽 请求接汉王的父亲太公回去 项羽于是就同汉王定下条约 二人平分天下 以战国时魏惠王所开的 名为鸿沟的运河为界 鸿沟以西 华归汉王 鸿沟以东 华归楚王 九月 楚军将太公 汉王王后屡志 送归汉王 项羽随即领兵解阵 而东行归去 汉王于是也想西行回国 张良陈平便劝道 汉国已经得到了大半个天下 诸侯又都来归附 楚军却兵疲良尽 这正是上天让我们灭亡 楚国的大好时机呀 如今放走楚军而不去追击 这集叫做 四阳猛虎 给自己留下后患呀 楚王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